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今天早上全球市场上演疯狂行情 原油崩跌30% 创下史诗级暴跌一幕 油价崩跌引发严动效应 亚谷哀红遍野全线崩溃 美股跌停血流成河 欧洲股指期货暴跌超过9% 全球市场陷入巨大的恐慌当中 由于全球大事件的恐慌 和沙特阿拉伯引发的油价战 纽约股市在本周一的交易中 暂停了15分钟 美股跌停 美国三大股指大幅低开 道指跌3.37% 纳指跌7.2% 随后道指迅速跌超2000点 跌幅扩大至今7% 加上国际油价暴跌 给全球市场带来极大冲击 S&P DXX指数下跌了1400多点 金融和商品市场哀红遍野 盘中标普500指数下跌7% 触发一级熔断机制 立美国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三个月之后 推出了股指熔断机制 分为7% 13% 20%的三档下跌熔断 30多年来的美股市场 此前真正融发熔断仅有一次 1997年10月27日 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7.18% 收于7161.15点 创下自1915年以来最大跌幅 今天再次载入历史 美股市场第二次跌熔断 美国总统川普紧急发布五条推文 斥责假新闻制造者 让民主党人为大众的歇斯底里负责 3月9日 在沙特尼大幅增加原油产量的双重夹击下 国际油价历史性重挫 触发全球股市集体跳水 其中欧洲最严重的意大利 大盘开市一度跌超过10% 而晚于欧洲开市的美股 也因股指期货周末暴跌出发熔断机制 而亚太地区股市也是一片哀嚎 A股方面 上证指数 深证宗旨 创业板指大幅低开 截至中午收盘 三者分别下跌2.41% 2.84%和2.82% 国际油价暴跌近三分之一 首先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31.4% 为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其次 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下跌超过24% 至每桶33.2美元 此前一度下跌33%至27.34美元 也是自2016年2月12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再者 在伦敦上市的希尔跌至历史最低点 暴跌23% 英国石油跌29% 石油价格出现10年来最大跌幅 加拿大能源公司承受惨重抛售 截至周一早些时候 桑克的市值缩水超过25% 而三诺沃斯下跌了近一半 随着人们减少环游世界 对能源的需求正在下降 现在的问题不只是坏消息了 可能是更坏的消息还没来 因为油价纷争不会那么快结束 沙特俄罗斯态度都很强硬 表示要撑下去 针对油价问题 金融巨头高盛发表报告 预测油价可能会再跌43% 这个消息对于加拿大石油大省 阿尔伯塔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卡尔加里的Trivet财富委员会的投资组合经理 Martin Pelletier表示 如果不加以遏制 经济危机可能会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 他说我们真的需要看到沃泰华的领导层 加拿大银行和特鲁多政府为阿尚 量身定制的大型财政支出计划 以及紧急降息的计划 美元持续下挫 失守关键的95关口 刷新低点至94.75水平 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持续升温 由于油价暴跌 号称油元的加元也跌惨了 今天上午一加元对0.734千美元 对人民币则是5.04元 加拿大中央银行上周三 刚刚把利率猛降0.5个百分点 星期四央行行长波罗斯 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 目前发生的全球紧急事件 正在对加拿大经济构成严重挑战 如果这个挑战的深度和广度都很严重 则加拿大中央银行准备进一步降低利率 以尽量减低对加拿大经济的伤害 虽然市场上仍然流露出各种不利的信息 诸如大温的房市没前途 还要继续跌之类的说法 但研究机构却发现 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正在默默进入大温的地产界 根据重量联行的统计 大温地区去年收到的房地产投资约63亿元 这占了全加拿大去年470亿元地产投资的13.4% 投资者中有75%都居住在加拿大 仅有50%来自北美洲以外的投资者 外国热线已经不再是主导大温房市的资本力量 本地的地产公司已经开始发威 近日在列指纹售出的6000万大地 就是温哥华本地的房产公司入手 该项目共包括Enbridge路上的6851号和6871号两块大地 总面积3.5英目 最终售价为6000万 平均每英目的售价约为1710万 该项目被温哥华本地的房产公司 Landa Global Properties收入囊中 项目仅邻奥林匹克椭圆体育场 最实将在今年夏季提交最终规划方案 目前该公司正在与劣质文士协商讨论未来的方案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未来这里一定是高密度公寓 而且豪华公寓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这家地产公司的主要项目都是豪华公寓 此外 该地块还可以作为商业 酒店等其他用途 因此不排除在高密度公寓之外 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 建设豪华酒店 零售商业等 一名华裔男子通过假结婚 拿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 之后还给自己的儿子也办理移民 但男子10岁之位 在以假结婚的方式替他人取得身份 借此牟利 却被移民部发掘 甚至翻旧账 移民部原打算将两父子都驱逐回中国 移民上诉庭考虑再三后认为 父亲作为始作俑者被驱逐 但儿子无辜 可继续留在加拿大 这对父子名为林建强和林长青 生于1964年的林建强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 在2002年与加拿大公民李逼宜假结婚 并于2004年4月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身份已拿到手 林边立刻于李分居 并在一年离婚 同年她以家庭团聚的帮法 帮助儿子林长青拿到枫叶卡 之后林优想以假结婚的方式 帮助另一名姓矿的女子拿到枫叶卡 谋取利润 但这次被加拿大移民局察觉并阻止 2012年移民局开始对过往旧案复合 发现林和李以及矿系女子的婚姻 都有很多疑点 经过调查后 认定两次婚姻都存在失时陈述的情况 于是对父子俩举行聆讯 在聆讯中林建强承认 他与李矿都是假结婚 前者是为了获取家国身份 为此他向信里的兄弟支付了3万家元 林建强称 他来到加拿大15年以来 一直在一家餐厅的厨房内工作 每天工作9个半小时 每周工作5到6天 15年之后 他仍然不会说英语 也不会说法语 而且工作太忙 无法去上语言班 现在他已55岁 在中国不可能再找到工作谋生 因为他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 而他在加拿大很开心 餐厅工作也足以满足他的需求 他在当地的华人社区内 认识了许多朋友 其中大多数人也是在酒楼厨房工作 他现在有一辆汽车 过去10年一直租住在同一个地方 月交610元租金 他有三个姐妹住在中国 都已退休了 同时尽管他与新旷的女子结婚 但实际上他们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或接触 如他被请返回中国 他将没有居住的地方 也没有收入来源 至于林长青 他14岁时来到加拿大 之前只是在中国读完小学 当他到达满地可后 被安排进语言班学习法语 却发现非常难学 而且被同学们排斥 诽谤 嘲笑 在三年的时间里 他去了四所不同的学校 但最终还是在17岁那年退学 他在加拿大没有朋友 而现在已经28岁 尽管非常渴望 但始终没有交往过女朋友 林认为儿子有自闭症 但因为语言障碍 却从未去诊断过 在过去两三年 林一直待在家里 除了打电子游戏 看YouTube和看书之外 什么也没做 直到最近被父亲逼迫 他才开始去一个 水果蔬菜批发商处工作 但最后还是和父亲一起在同一间厨房工作 每周约赚432元 得知上述情况后 移民上述法庭的法官认为 林以非法手段骗取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虽然他已在家国生活15年 但不能因此法外留情 因为这等于是纵容此类欺诈行为 更何况他在这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融入社会 他除了儿子之外没有任何亲人 相反 他在国内还有三个姐妹可以投靠 因此即使他可能真的不容易找到工作 但还是可以将其居住处境 至于林长青 他是因为他父亲的违法行为而受到牵连 他本人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因为当父亲办理贾监婚时 他只有11岁 到加拿大后才14岁 不应受到父亲的牵连 而且林长青起码能用英语交流 而且还在不断学习 又没有任何心理缺陷 只是被他父亲忽视而已 林以得到比目前为止更好的待遇 可能需要一名辅导老师来提供支持 他有能力在满蒂克获得财务支持 相反 在中国却办不到 而且他大半时间是生活在满蒂克 对中国没有任何依恋 因此法官认为 有足够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心的理由 允许林长青留下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